看到怎么会有这种女儿呢 嫌父亲太吵把人丢在旧房子里不顾 台中一名75岁老翁被邻居发现 一个人在没水没电的破旧铁皮屋里头生活了三天 邻居看不下去通报社会局出面安置 铁皮屋里烟和垃圾丢了满地 客厅又脏又乱还没吃完饭还放在桌上 老翁被女儿丢在这样的破旧屋子里 没水没电过了三天连邻居都看不下去 环境其实非常简陋 也知道说那三年之前 三年来都没有在住院住过 附近便当店一盘一盘炒蛋青菜才刚煮好 看到75岁的邱老先生行动不便 吃饭喝水都是问题 干脆送水送吃的 绝绝三天就是没看到老先生的家人出现 我有拿过去给他吃啊 后来他说有个奥巴桑也拿给他吃啊 就很不好就睡在地上啊 没有人照顾啊没办法啊 邱老先生疑似被同住的女儿嫌太吵 女儿还绕上一句再吵就把你送回家 这一吵原本住嘉义的女儿气得把老先生 载回台中丰原老家 丢在家里三天没水没电怎么生活 你怎么知道这家没水没电不知道吗 你不老不知道 你怎么没看还不知道 你怎么没看来 邻居说这家人已经搬走很久 三天前老先生突然就被丢回这边 住在没水没电的破屋子里 连洗澡吃饭都有困难 社会局已经紧急除名安置 再继续韩志心 盧林一台中采访报道